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今集我們繼續睇回澳門特首剛剛公佈的施政報告。 特首可誠說在調控外地僱員數量方面,去到今年9月底外傭相較於2020年1月減少了接近4萬人, 特區政府將會繼續推出和優化大進培訓計劃現在已開辦接近700個課程, 1.3萬多人已完成培訓,今年1-9月一共協助5,000人次成功就業。 而另外,他亦講到要加快健康產業發展,加強與北京協和醫院合作, 以及建設國家區域的醫療中心為契機, 就要做到一個持續運用以醫大藥的模式去推動中醫藥的國際化, 而且重要是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醫療器材化妝品、 醫藥產品的監管制度和引入相關的企業。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致力發展面向粵港澳大灣區和周邊地區的區域性腫瘤治療, 和醫學美容有其他專科治療等服務。 而還有另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應該是幾關心的, 講緊就是京屋, 京屋澳門明年將會接受申請。 行政長官可誠表示, 預計明年的年底就可以給市民去做一個申請, 現在編制入面的單位一共是有五千多戶的, 好似都幾好,五千多戶這個數量都不少。 但是到時京屋的赤價是幾錢一赤呢? 好似之前所講五千元一赤, 還是有得再向下調整一下呢? 因為澳門現在的樓價都已經跌了些的了, 而有部份的樓是埋近有六千多元、七千元一赤, 可能京屋方面亦都是價格, 有沒有機會調整一下呢? 如果調整完的話可能就會吸引到好多人入市。 而有媒體關注到現在深合區建設的問題, 包括了琴奧一體化的建設具體措施 和一線開放二線管住的時間表。 行政長官可誠回應表示, 此時根據中央總體方案分成三個階段, 2024年是第一個階段, 現在向著這個階段做著應該做的工作。 經過一連磨合, 相信明年好多工作都可以落實的了, 至於一線開放二線管住, 今年年底有機會是可以封關, 但是要等中央進一步的政策落實之後才公佈, 而其他工作將會有序推進。 好了, 現在這個內容就是施政報告的補充資料。 大家對今集內容有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言, 下集再見, 拜拜!